大家好 吃完飯有點悶 也不是悶的了 總是頂著動氣 今天講開法律 佛誕也是這樣 佛都有火 有時這些事情 今天佛誕 我原來今早都忘記說的 佛都有火 你看見那些讀佬的人 讀屎片沒那麼漏了 這個 林定國 前面看到 正式質問 老師質問 老師不單是屌察 要屌察這個林定國 我問你 是常識而已 我們所謂煽惑意圖 大家先聽聽 聽過很多次 首先你弄清楚一件事 最近甚至律師都這樣跟我說 你不要那麼多說 危險 煽惑 善惑 善惑 首先前提 我先問一件事是要犯法 大家知不知道 記住這件事 不是說我屌察你 我屌察你 是否犯法 屌察你不犯法 是否言論自由 這樣要我叫他 都不犯法 是否言論自由 所以我叫你做一件事 我們一起去看姜濤音樂會 去啦!去啦!有錢呀!有開心呀! 煽惑你,犯不犯法? 當然不犯法,你也懂得說 一起去行山,一起去吃飯 去那裏捕妃便宜,犯不犯法? 犯什麼犯法?你也會犯法 先說,煽惑意圖是指煽惑人做一件犯法的事 無論是快必,我不知的,其實快必不一定中的 很離譜的,所以郭偉健準備被人制裁 判他有罪的人,我不明白他,還在長數? 因為他就算說,糟糕呀!警察呀!死全家呀! 咒人,因為咒人不犯法 真的死了也不關你的事呀!沒有關係呀! 為什麼說呢? 煽動其他人去打警察就說,那他不是呀! 咒罵警察,最多是不禮貌 很奇怪的,現在香港那些,自從有些什麼案例 什麼國安法 最生氣的就是 你自己想,要國安呀!那你是國安呀! 要顧著國家安全呀!不可以什麼煽惑呀! 那怎樣呀?怎樣為之煽惑呀! 不知道呀!你自己小心呀! 這不是法律,法律一定要清清楚楚 代表政府說法律的第一個人叫做律政司 而最不清楚呢 就是這條牟利了 是不是要吊咒? 那你不做不行就不要做呀! 你看,吊亂律師是不是不犯法? 假設性問題何來是假設性? 任何當中保持守法的意識 你去出席喪禮都要保持守法意識 是不是? 出席喪禮是犯法的 大家聽過沒有? 黑社會出席喪禮都不是犯法呀! 走在外面查牌呀,走去查身份證呀! 警察,別人沒有犯法呀! 是你暗用查身份證這件事去騷擾別人 悼念黑社會大哥 其實是你不對的 這些就是這樣呀! 警察做事習慣了這樣呀! 用一些沒有法律這句的東西 去騷擾市民 然後就說你要守法 法律不是這個意思呀! 大家都聽過呀! 有法必依嘛! 大家要守法呀! 不守法呀!救你呀! 法治不是這樣理解呀! 法治叫政府守法呀! 首先是 加坡民拜署呀! 你政府第一個去查看 說清楚法律是什麼呀! 大家都知道呀! 國際人權標準呀! 所有法學家的都是這樣說呀! 秘密的法律就不是法律 是secret law呀! 什麼是secret law呀! 不知道呀! 你小心呀! 然後抓你!有罪呀! 大陸沒有呀! 啊! 莫名其妙呀! 很多東西! 不是清晰到可以詳細說的呀! 何會知道鮮惑呀! 何會知道什麼國家呀! 所以不想回大陸就這樣說呀! 香港還可以拒絕呀! 他那裡真是 烏尿刀就中了呀! 是吧! 黃婆婆那樣 香港示威在裡面可以扣留你 他裡面太多秘密法律呀! 你不知道呀! 香港快來就是這樣呀! 不是這樣呀! 不是這樣呀! 有條契弟 這條契弟叫做 林定國做律政司的時候 幾大聲說一句說話 法治金七招牌 仍是 到今天也仍是 是一條毛的呀! 你小心被人制裁呀! 被人點了名字呀! 最近的報告點過他的名字呀! 去年的報告也點過他的名字呀! 是呀! 他剛剛做了十月左右 是吧! 我不是理會他點不點名字呀! 被不被人制裁呀! 這不重要! 我認為重要的是 別人問你 我答到的 我絕對負責任答 悼念是沒有的 悼念是沒有犯法 任何犯法都沒有 悼念是甚麼呀! 默哀 怎知俠竹 是否悼念呀! 是否構成犯法呀! 犯甚麼法呀! 說不出 假哲性問題呀! 怎知俠竹還是假哲性問題呀! 怎知俠竹還是假哲性問題呀! 你讀甚麼呀! 你回去 你回去 只是一年班 從頭讀過呀! 所以這些做得 學利呀! 司法的學利呀! 做了這個位置的人就是這樣呀! 他說可以的 那你個個這樣呀! 我說我可以的 我甚麼呀! 怎有這麼噁心的呀! 你是律政司來的! 你要回答的! 對著記者當然不回答 假哲性問題 為甚麼是假哲性? 怎知俠竹在維院那裡 默哀是否犯不犯? 我告訴你不是! 三個法律學位的人告訴你不是! 沒事! 是吧! 我未必做呀! 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 我這樣呀! 不是那麽大件事呀! 不過呢! 你說有事呀! 那你告訴我甚麼事呀! 那你又說不出呀! 我不說呀! 我認為沒事呀! 是吧! 一起去! 去維園 林定國你和我站在我旁邊 我點給你看呀! 那我又怎樣呀! 那全世界看到你多欲酸! 是吧! 跟著你呀! 警察不是你抓我吧! 我告我! 我看你告到甚麼事呀! 問了你呀! 我以為沒有呀! 你說不是呀! 說一次性問題呀! 那就不要解釋了! 我站在那裏我怎樣合觸? 是吧! 播這音樂 小聲音行不行? 是吧! 當然呀! 你現在播音樂你現在悼念 跟著就含含聲 用那些市民進來 跟著有人開槍 有人扔汽油彈 屌啦! 有人扔石 都未必關我的事的 但有些事發生的嘛! 那就是國安問題啦! 那你去搞出來呀! 告咎你啦! 這個就是假設性的現象 百分之百假設啦! 是吧! 但怎樣判斷呢? 我教大家一件事啦! 或者大家 尤其是社群街 都要做一下事的 很多時候都不知道 又怕 是吧! 會不會有事的 記住一件事 什麽現在很流行 什麽賊都說你煽動人 我現在煽動你的 你可以說我 那我問你煽動甚麼? 煽動甚麼都好 是 煽 煽 煽 我不是用了這個字嗎? 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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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你真的做你没做我都犯了法 这个叫你现世文 但同样重要的就是你要现世犯法的事 就是我叫你打人就不对犯法的 所以我现世你去打就是了 黎智英雅各个人在维园那里叫人来 怎样抓六四 现世人来参加武经集会的 武经就是批准的集会 认为是自由 香港是有公安条例 所以他们就要坐几个月 即是挑战法律 違法大义 这是另一个问题 但我说你来这里怎知合触悼念 或者不怎么合触 你站在那里悼念 一起在那里 自由花在那里 哀哀哀唱自由花 凶歌 是吧 不骚扰其他人 那没有可能有任何犯法 因为那件事本身不是犯法 我叫你去做和平示威 我叫你去和平示威 我本身没有煽惑到你做任何犯法的事 就不会透成煽惑罪 明白 你敢说我不适合 你便拉我 三个法律位 这么简单的道理 打开任何犯法 教科书都说现世文 你知道现世人做一种犯法的事 不是现世人去吃饭 去行山 去参加悼念活动 去参加人家葬礼 这是不是一种现世文 不是的 你那些巴勒斯坦那些 一台棺材上街 是吧 葬礼一台棺材就暴乱了 那和台棺材上街没关系 后来的事 如果我叫你去参加台棺材 就是殯儀游行 以前有殯儀游行 那叫你去参加 严犀你去参加 这件事本身就一定合法 这是ABC 要不需要我说了十分钟 扶你这个臭街 你是律政司 你这样都不回答一句 没有这样就没有 不过如果引起其他事 你就要负起其他责任 你不是含含糊糊糊说的 是吧 然后用那样东西含含糊糊糊的环境 去恐吓人家 那你还说什么法治甘得招牌 是吧 明报尊商我订镜 我很难稳陣的 这些事情 市民自发道理道四 是会否违反港区法流问题 其实记者是知道 也一定有人说过 特更问他 这个混蛋呢 这样 表示blanket 不一定 不会就这些假设问题 判断是否违法 再问你一次 我点什么支蠟燭 是 点什么支蠟燭 站在图念 是否犯法 和平的 口号都不叫 是不是 口号都可以叫 叫几句 平法六四 小声 不要太大声 都不是犯法 是吧 不可能是犯法 是吧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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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罗里没问题 多个团体 就说不要搞 不能搞 因为搞到 他们就被人恐恐 被警察恐恐 这些 国际人权组织 说你们 你临定国 你就要负责 你站出来捍卫 司法公义 你这么说 把張舉能叫大長捍衛司法獨立 捍衛法官不被人制裁 出聲是要的 法官的獨立性 那你不捍衛 一般公民的正常合法活動 叫律師不用捍衛 是市民的權利 只是律師行業的利益 法官的利益就是捍衛 所以這是什麼金七招牌 你敗壞到這樣 你現在有責任了 你是律政司 是嗎 大家 算了 不是要發動 發動要求罷免他 即是 田非龍那篇文章說過 我們市民應該開始 有民意調查 幫議員打分 官員也要打分 打分即是給分 即是民調可以做到 如果認為他不合格 就用民調去決定 49分也算了 只有40分 那就自己辭職 契弟 根本就是這樣 說句話都不敢 正正常說法律問題不敢回答人 假製什麼 假製什麼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讀他說 不會回應假製政犯法 重新國安法 市民不能夠煽動 不用你說的 不能夠煽動 顛覆國家 政權分裂國家 沒有 誰知道 合觸是嗎 要麼你大聲說 那我就 被人抄襲了 傳到美國 英國 人權組織 這個 是這樣的 市民明白 理解這些限制 明白 你不明白 我們明白 所以問問你 誰知道合觸是不是 呼籲市民 他要保持守護意識 有 有 有守護意識 是不是舉人 明白 國安法律的重要性 這些就是答非所問 是吧 不相干的貿易 做到律政司 連一個簡單單的問題 都不敢回答 林鄭也敢回答 去年 心敲為答 有多複雜 你問李家超分證這麼回答 普通的警察都可以回答 做了幫幫就回答 你隨便跟國安無關就行 我是幫幫幫 我在前線 連姐你不要大喊口 不要聚集人 你自己 其實是 你見連姐 拿苦瓜咬著 一樣 他沒有辦法 你問林定國 假設性問題 咬苦瓜 在街上行 大家要守國安法 ABC 你都不敢回答 你是律政司 是嗎 湯家驊再說 市民 反問市民 維園斷六四 怎會有問題 問你律政司 都不跳過來 好嗎 這樣律政司做得準 他當然是威風 他是官 我拿著權 湯家驊你沒有權 所以大家就是 就不要去 就說 這個律政司 寫信給美國國澳 是對的 我們的律政司 我們說 游恆會犯國安 他沒有說 不過叫我們不要 不知說什麼 其實是不知說什麼 你喜歡詳細些 譯了報紙 詳細些 不要說來誘惑人 不要說 他說不給 他沒有說不給 很厲害 他沒有說不給 你自己想 社民人說不會 有強力報名警告 這些就是黑社會 是吧 由黑社會手段去治港 警察手段去治港 和黑社會手段差不多 嚇咎你 是吧 你不要搞遊行 然後你說不搞遊行 他自己不搞 我們香港有言論自由 基本法有 集會自由 基本法有 有理到沒有 全部都玩這些 很噁心 玩這些遊戲幹什麼 說不給就不給 我都很公道 我有沒有說錯 是吧 我現在說你噁心 是吧 政府改變不到 違法 就要交代清楚 這個 這個 保刑 就是陳保刑 保刑 這樣 批評政府未必有問題 絕對沒有了 這個當然 林定國絕對沒有了 給多一張 給多張圖 你看看 六四張近 有人問這個 有人問這個 去回應道 你是不是不做 國安法之下 問你 吃橙會不會肚子 吃蘋果 就要小心 因為人噁心 國安法之下 有一個事情 有一個事情 是不是能夠做 就是煽動國家政權 例如分裂國家 不知道什麼 是還是不是 才可以的 所以這些 就是問你 問你 問你這杯水 是不是 這杯水 是不是白色 這杯清水 這杯是否清水 這杯水 不是咖啡色 這杯不是茶 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第二個 說多一個 鑽贈器官的問題 唉 給你一些 罵得太開心 快點 先不要很生氣 取消關證器官 見到這個林定國的無能 無能的林定國 絕對廢柴一個 廢柴律政司 取消器官 就是何干 希望先了解整件事 幾個原因 只為了解階段 当中事丑来发行为是言之上早 我看新闻他有多少执着阿超 但要疼着老板 言之上早 因为阿超说阿超很聪明 他只是叫警察去查 可能有其他东西 不诚实使用电脑 诸如此类 他比阿超比他 不诚实使用电脑 进入政府的记录 改别人的资料 也不是 如果只是我自己去取消自己的资料 不是改动 改动别人的资料 那些就是了 那些会有可能犯法 即是你又会搞别人的电脑 那些是不诚实使用电脑 但是先了解整件事 报纸卖了 你没有看报纸的 不林定国没有看报纸的 了解阶段 其实他是疼着阿超 他说 我去改这个记录 我问你一个东西 取消 取消器官登记 我取消登记是否犯法 当然没有 你呢 你要取消登记 不会犯法的 不会犯法 这个不是一个 我煽动你去取消 取消登记犯不犯法 煽动人呢 煽动人呢 我煽动一样犯法的事才是犯法 再说一次 我煽动一样犯法的事才是犯法 对不对 林定国先生 原西文是这样的 本本教科书也是这样的 我煽动人 做一样合法的事 或者法律里面没有问题的事 是吧 我不是牛杀他 不是硬杀他 我叫他跑毛行山 我叫他跑毛行山 最多加一句 你查清楚 心臟没有问题 才做运动 这样就什么事都没有 好了 退财官殿疾 如果有人呼吁 有你没你 退了才稳疾 那你说 你散布假消息 我没有假消息 没有 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不过 你先退了 议策安全 先看清楚 现在立些法律可能硬来 未知 是吧 至于是否犯法呢 他都不知道 他其实是贼了阿超 阿超说完 他说言之尚早 即是未有人犯法 我就说回最主要的法律 你只要 你煽动人家一样 所以你劝别人 你想很多人在Facebook 又怕吗 政府又不高兴说话 你这样说一回事 但你说 喂 无谓 我们中国人 即是阿根叔 中国人是要全私的 我是这样说的 我建议大家不要捐我器官 现在还好 你登记 逐次问 你病重先 很难的 撞车那些 诸如此类 当然这件事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呢 如果有人叫别人 退出 没有着数 做了什么 不要了 这样 煽惑别人退出 器官登记 本身是不犯法 是 你要知道 犯法不犯法 是一个很重要的分裂 要清楚告诉别人 是吧 而这些无能的官员 诸如此类 律师 总是想你害怕犯法 不做 于是 为了要达到目的 就注意整个陷陷糊糊糊 是吧 要先了解行为 或触及法律问题 这样也未知 我就是正式问你 我很口吓的 我叫别人不要退 退了 登记先说 先看清楚 是吧 因为不知道 那只宠物搞什么 会不会 你很肯定 没有事 会不会引致你意外死亡 然后 弄掉你的器官 是吧 那你说 是呀 有些错误信息 我不知道错误是真的 那我就先说别人 不用说什么 是你的 你有权捐的 你不喜欢就没有捐 是吧 你以前捐了 现在觉得疑惑 那你先退了 先看清楚 先说你做这些事 没问题 因为那样东西是你的权利 是不犯法 退出是不犯法 即是你如果退出 犯法的 我先说你退出 退出你的器官登记 那我就犯法了 先说别人犯法的事 先是犯法 先说别人犯法的事 先说别人做一些合法的事 或是权利所在的事 从不犯法 是吧 不过他不想 压缺不想 所以故意讲道 我不是叫你去 你喜欢伟大 没有问题 我也在考虑积极点移 去登记它 不过我也要看清楚 而且我要保留 退出机制 保留我 好像装了有线 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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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主要这条片是吵架林定郭的 这么简单的法律 你应该先回答 然后你先说一个小时 应该不要听假消息 现在国安得来不易 悼念没问题 不过呢 有些人走来 找找找找 可能有人利用 那不要 应该国家 大家都不要 国家安全 六念在心中就算了 不过不过去维演 搞什么 行为毅信 全部都合理 但你说 不知的 你小心 可能的 大家要有守法意识 好 说完了